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有一點啦 在以環保角度來說真的是這樣 我跟老師還有各位觀眾分享一下 尋常自己本身在美國境內其實有生活過一段時間 在工作一段時間 他們在不誇張喔 在每一個shopping mall 就是那種一般的超級市場裡面 像沃爾瑪 沃爾瑪 Target 對這種什麼 Whole Food 它不是廁所裡面嗎 你上廁所的時候 你看到美國人 洗完手機那個插手機喔 它可以抽五張紙出來 它就撞撞撞撞撞 就這樣抽 而且那個紙是我們現在外面那種 比較厚比較貴的那種 對啊 那個在那個美國電影也常常看到 它就這樣撞撞撞撞撞 然後 我們一般都是抽一張然後開始擦嘛 五張 你是要急 我那個想說你是火星人是不是 章魚嗎 你要擦多乾 你是要擦 它不是它沒有擦臉 或是擦身體 光手就五張了 它就是手一張紙大概只擦了大概 不到四分之一 然後就擦完之後 就換下一張換下一張 非常浪費的 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 最近很火紅那個格雷塔 格雷塔 那個是瑞典還是什麼 挪威的 對 反正就是那個女生 環保少女 她最近不是提名上那個 諾貝爾 她是環保少女 其實我說實在 其實蠻多人應該對她蠻反感的 就是因為她那個 她那個臉 所以她那個臉真的不好 而且她臉是 對還蠻 其實力氣有點重的感覺 對力氣是有點重 然後她自己又休學 對 不讀書 然後就要去從事環保的運動 幹嘛 很多人都說你書先讀好 對 然後她去嗆什麼川普 嗆這些各國的領袖 等等的 她可能有一些比較爭議的地方 不過她想要傳達一件事情 其實還是我們現在的主流跟趨勢就是環保 對 美國真的是全世界最浪費的 這必須說 所以為什麼那個時候 我看到家瑞說 如果中國要過上跟美國人一樣的生活 的話是不可能的 關鍵洗一雙手一次 然後拿那個卷筒衛生紙是大車輪 你有沒有看過 大車輪那是狂弄嗎 對 之前有看到一個男人 他是這樣子 夜問有沒有 所以為什麼今天主題要講說 人是地球癌症 其實某程度我覺得這個要改一下 美國人其實 美國人 癌症中的癌症 對 那為什麼講人是地球癌症 其實之前 我不知道老師有沒有看過 國家電影頻道雜誌 還有其他一些這種類似的頻道 都有拍過 人類如果直接從地球上消失 會發生什麼事情 好各位 幫大家講結論是什麼 兩年之內 萬物會復甦 整個全球的植物 植被會回復到過往 人類出現之前的大概七成左右 荒野又出現了 荒野又出現了 然後呢 動物又繁殖 繁殖了 對然後在十年之內 全地球的動物生態 會回復到原本的大概七成到八成 剛剛講的是植被 我現在講的是動物 這是不一樣的概念 大家還記不記得 每一年我們都會聽到說 冰靈絕種動物又增加了多少種 然後有多少種生物滅絕了 各位 你還覺得人是萬物是靈 這地球少了人類會變更好 可是少了任何一個動物或植物都會變更好 也就是說人類就是讓地球變差的主因 癌症 我們真的是癌症 人類是算蠻自私的 對 其實 其實老師你知道嗎 之前有一個 我不講他是誰 但是有一個 hardcore 鐵桿 死忠的天主教徒 跟我爭論過這個問題 他是跟我講說人是萬物是靈 主耶穌創造了萬物 但是讓人來負責管理這萬物 然後我就直接同樣 比如說 我們真的很fucked up 我們把這整個事情 這個任務交給我們 只做一件事情 但我們連這件事情 這麼簡單的任務 都搞得這麼糟糕 都完全糟蹋掉啊 我們就只有這個星球而已 好嗎 我們做了這個工作 你可以做得更糟嗎 如果說我們今天是一個員工 然後我們被交托這個任務的話 這個公司就交給你管理了 結果管理之後 死的死 傷的傷 爛的爛 滅的滅 滅的滅 真的有點太扯了 真的很誇張 再講一個更誇張的事情 我相信對岸朋友應該會 感覺很深 大家都應該用過美團對不對 外賣 美團外賣 還有餓了嗎外賣 如果你跟Sean一樣 天天在用的話 你告訴我 你的良心 會不會時不時的戳你一下 譴責你一下 爛爛 為什麼會譴責你 應該知道嘛 我現在跟大家講喔 我光吃美團跟餓了嗎 那個 我必須要說非常用心的包裝 對包得很漂亮 老師吃過對不對 我有看過別人吃過 真的超漂亮的 我漂亮到那個包裝我捨不得丟 有 喔呦 就洗一洗留下來 對我真的有洗一洗留下來 那個盒子喔 我吃的那一家是 就是那種中西合併的日式的創意料 不便宜喔 一餐大概要吃個29塊人民幣到38塊人民幣之間 如果一餐 如果以這麼好的包裝來講 它其實不貴 真的不貴 光那個包裝多少錢 它一個set嘛 這樣套餐去吃 我都靠 真的 所以後來就有一些 真的捨不得丟 但是我就看到很多人就是按 當然很多人吃完就丟掉了 就是丟掉了 因為你也沒辦法 你要日收嗎 那收完就變成 老公阿嬤 你家裡那個儲藏室 全部都收滿滿的嘛 很麻煩 所以說 塑膠袋嘛 對不對 塑膠袋然後塑膠餐盒 什麼之類的 那真的太多了 那真的是 有時候丟掉我自己很心痛 但是 你說你不要吃餓了嗎 那你很困難 對不對 然後但是你要叫 已經不能沒有了 對阿已經不能沒有這種外賣了 對 那你要叫店家 不要用這樣的方式去吸引你的注意力 跟使用它的機率嗎 也不可能 不可能 因為大家都會喜歡包裝精美的東西 所以大家有沒有聽出來 這個惡性循環 這就是人類我們在這個資本主義 跟消費消耗性主義的資本主義之下 所創造出來的一個惡性循環 非常大的惡性主義 沒有 我為了要競爭 我為了要賺錢 我為了要創造經濟的效益 然後我為了要創造經濟的價值 我跟你交易算算一筆 你跟我交易回來就算一筆 這樣子 對 然後就是不斷的耗費地球的資源 對 一直不斷的耗費資源 跟能源 大家石油已經講了很久了 30年之內就要耗盡了 對 有特斯大也沒有用 同學 對 除非啦 除非真的 綠色能源真的能夠突破性的一個進步 其實我相信應該有啦 希望啦 但是到現在 你剛才講了也是十幾二十年 綠色能源到現在還是沒有突破性進步 對啊 這個問題很大 問題很大 對 所以這個是 我希望今天透過這支影片 要跟大家講一講 我發現我講得很 有點太嚴肅了一點 會不會沒人看啊 但是這是我們的職責 還是要聽一下 就是我一直希望跟 有一些對岸 因為對岸有太多人口了 光都市人口就有多少 可能接近四五億 也至少有三四億啦 就是絕對有的 可能超過 那你跟我一樣 居住在北上廣深這樣子 加起來就可能就是 快要兩億的人口 每一天都在使用這些外帶服務的時候 那我們是不是同時之間要注意一下 環保怎麼去處理 最近上海已經做了非常好的示範 就已經開始像台灣一樣做分類的 在這邊為上海政府做加獎 做得非常好 但是這個東西 其實台灣十幾二十年前就開始做了 因為這個東西真的要提早開始做 不嫌遲不嫌晚 就怕不做 做得非常好 現在開始做得非常好 對 那我也希望對岸的各個其他的 省份 跟都市 尤其是省會的都市 開始跟隨上海市跟北京市的腳步 開始去做這些事情 留給這個世界 尤其是炎黃子孫 成一個更好的中國 好不好 更好的世界 更好的地球 這是我們做 我覺得我們快要變公益節目了 身為地球的癌症 我們要講一句公道話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我這句話講的是 真的有點刺痛 連我都覺得有被刺痛到 人是地球的cancer 而且你又想不到方法去反駁這句話 因為我們所有做的事情都是為了人類 讓人類活得更好 可是卻讓地球的其他的動植物 過得更糟 對啊 那如果我們把這一個 我們唯一存在的地球把它弄壞了 我們就完了 就是抱著一起死的概念 沒有錯 所以 癌症西胞們 包含我們 包含我們 包含老老實跟小姐本身 都是癌症其中的 有在消耗能源 有在消耗資源的人 對啊 我們要注意一下 所以今天呢 希望透過才像你說這支影片呢 比較大聲疾呼 大家注意一下環保 注意一下回收 如果能夠節能減碳的 能夠走路的 就不要去 開車 或者是騎車這樣子 大眾交通工具的 那就大眾交通工具 能夠走路到的那就走路 減肥嘛 減重嘛 對不對 順便運動 不要像像一樣自己本身來拼 拼老命跑21K有沒有 半麻 跑到快要死掉 欸我真的 我真的很怕你跑到一半掛掉 會不會不會 我是不是警告你很多次 不用擔心 還好還好 7公里上坡 因為你之前是生病跑 我就比較擔心 不會啦不會啦 所以感謝羅老師 跟大家的關心 那也在這邊期待大家 一起注意 節能減碳跟環保 好不好 好 才像你說今天呢 很高興跟大家講這個觀念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記得點讚 還有點閱 跟分享喔 羅文好公民 跟才像你說 在這邊很快跟大家見面 下支影片見 掰掰 喜歡我們的頻道嗎 按讚 訂閱 分享 小鈴鐺開起來喔